一情起肉 好,2023森林官邸的玉金香展 第一千愛,正式台湖 在台北市長蔣萬安 與日本立波市市長夏野修等人共同主持下 2023台北市林官邸玉金香展正式揭開序幕 來自日本及荷蘭超過13萬株 多達20個以上品種的玉金香花海 讓民眾直呼好漂亮 不過要在雅樂帶的台灣種植屬於溫帶植物的玉金香可不容易 蔣萬安非常感謝公務局公園處同仁的努力 以及來自日本與荷蘭的支持 以生產玉金香文明的立波市市長 也當場邀請蔣萬安參加立波玉金香博覽會 我們玉金香其實是屬於高緯度國家在種植 而且大部分在歐洲 那台灣因為屬於亞熱帶 所以對於玉金香比較在溫帶地區種植的 往往我們可能都要飛很遠 不管到日本到歐洲去看 那這一次我們其實克服了栽種的各種困難 而種植了玉金香 而且聽說我們有20個品種 而且有各式的顏色代表不同的花語 也要謝謝我們日本的好朋友 特別是我們這個市長 特別有給我們特別品種的這個花球 這叫什麼 求根 來種植 所以讓我們這一次的玉金香 玉金香的花展 格外的有意義 那當然我們也很謝謝 荷蘭的朋友一直來的支持 因為荷蘭的國花就是玉金香 所以每一次的參與 還有我們整個花展的規劃 其實都有我們荷蘭的朋友的協助 除了每不深收的大片花海 還有由公園處同仁打造一系列 沉浸式展區 包括荷蘭三寶玉金香 風車木鞋的經典場景 以及紫賀 繪馬及吊鐘等 日本啟願文化 加上白色鋼琴 大型泡泡及愛心 與雨傘隧道等裝置藝術 讓遊客感受滿滿的浪漫氛圍 這一次整個展區 我們融入了非常多的元素 包括有搭配相關的裝置藝術 荷蘭的風車 繪馬 還有包括有鋼琴 就營造一個非常美麗浪漫的氛圍 這一次的花展剛好也會 經過2月14號西洋情人節 非常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情侶們都來賞花 來感受一下浪漫的氣氛 台北市長賈萬安表示 郁金香也是土耳其的國花 因此他也在現場為土耳其災民祈福 並向遠赴災區搶救生命的台灣 收救隊英雄們加油打氣 郁金香也是土耳其的國花 那這幾天剛好大家也知道 土耳其很不幸發生了大地震 那在這邊我們都希望 為災區的這些人民祈福 同時也要為我們遠赴災區 分有救人的收救英雄 表達加油打氣 公園處方面在花展期間 也規劃多項合影打卡 上傳臉書送好禮活動 例假日更有結合國際化 與在地化的表演活動 及創意試機等 並與士林、天母、北投等商圈的 50個特約商店及圓山飯店合作 提供各項好康住房優惠 邀請民眾到士林關底 享受春藍花開的幸福時光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